中国汽车领跑世界 我们必须感谢两个人 这两个人成就了中国汽车 当然中国汽车也成就了这两个人 你家现在的车选对了吗 油车还是电车呢 上期视频我大胆预测了 中国一个出道及巅峰的大杀器 结果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说吹 还有说别人玩剩下的 中国人凭什么等等 这期我就告诉你 当今天中国汽车工业 世界第一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任何事情的结果 都是必然中的偶然 新中国成立一时 距离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法国人巨牛的蒸汽汽车 过去了180年 距离世界上第一辆燃油汽车 奔驰戴姆勒的现代汽车 过去了64年 距离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 装配生产线福特汽车 过去了36年 我国的汽车工业为零 这里面有个插曲 法国的教科书说 内燃汽车也是法国人发明的 法国人之前确实有一项专利图纸 但是人民根据这个图纸 制造的实验汽车 根本无法上路 一点火就爆炸 所以世界普遍认为 现代内燃汽车之父是德国人 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 我们以极大的代价 建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 在建厂的过程当中 大大小小的事故不断 建厂就用了六年 建厂完成以后的试车阶段 故障率更是高达80% 这不但说明我们自身的工业基础太差了 同时也反映出老大哥的汽车制造技术 也不怎么高明 这样我们磕磕绊绊有了上海汽车 济南汽车 南京汽车 北京汽车 二汽 川汽 陕汽 这些汽车厂主要是生产货车和大型公共汽车 这也就算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底子了 但是这个底子太薄弱了 到了1978年 我国汽车年产量10万辆 当时美国的年产量是1300万辆 日本是950万辆 就连巴西的年产量都有100万辆 认识到这种差距 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提出了市场换技术的思路 当时世界汽车制造大国 主要是美国和日本 德国当时还没有统一 由于中国和美国长期敌对 直到1979年两国才建交 日本人觉得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太少 跟别买不起小汽车 对投资也不感兴趣 既然第一梯队看不上我们 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第二梯队的德国 德国对于中国的投资比较感兴趣 我国第一个合资汽车企业 是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北汽的合资 但是就像我们平时狼狼上口的 尊贵的戴姆勒克莱斯勒梅塞泽车车主一样 戴姆勒克莱斯勒的股权结构很复杂 老美二战以后通过马歇尔计划 对烟疫系的欧洲进行了人工呼吸 让欧洲开始了复兴 但脖子上的链子一直在美国人手里面 美国时不时就割一波欧日韩的韭菜 再加上北汽的老员工 思想觉悟都比较高 所以戴姆勒克莱斯勒 虽然是在中国最早成立合资公司的 但却不是最早投产的 1978年第一工业机械部部长周子健赴德国考察 看到大街小巷的威斯瓦根标志的车 就问使馆工作人员 这是什么车 怎么到处都是 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是德国为了百姓普及汽车 专门打造的一个品牌 周子健直接跑到大众总部 约见他们的管理人员 安保人员以为这是东方来的一个客户 赶紧联系了大众的营销总监 这是大众第一次和中国接触 后来又见到了大众的董事长哈恩 哈恩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 但是董事会的顾虑就五花八门了 直到了六年以后 哈恩才力排众议 决定在中国成立组装厂 1983年在上海组装的大众汽车下线 1985年上海大众成立 谁也没想到这次的结合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汽车从业者 第一次见识到了现在汽车制造技术 大众在中国建立发动机场 整车场 将产业链经验共享 让中国从业人员出国深造 中国也没有亏在这个德国汽车制造商 当它产能过剩 需要寻找海外市场时 遇到了美日两大巨头 和流亡美国的保护政策 是中国市场将其推到了 全球销量第一的宝座 这里面说一句 汽车出口大国 一般都会是汽车生产大国 然后再加上他们本国需求量一般 你像美国虽然汽车生产量很高 但是它国内的需求量也很高 所以它的出口量就不会太高 但是中国就是个例外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极低的人力成本 高度服从的人员素质 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 极其重要的一员 世界各个汽车巨头 纷纷到我国设厂 2009年我国的汽车生产量 就世界第一了 本来引以为要的成就 却是血泪斑斑 我们以为我们建立了汽车工业的全产业链 也培养和开放了汽车需求 我们自主车企应该会壮大起来吧 但真相却是 我们只能提供非核心配件 汽车三大件 发动机技术 变动箱技术和底盘技术 大厂牢牢掌握在总部手里 这些技术需要时间的累积 没有推广就没有反馈 没有反馈就没有提高 同时即便你有研发的雄心 你像奇瑞长城吉利 都大力投资自主研发 但你发现稍微一有动作 就会碰到传统大厂周测的 大量专利保护 还有你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成本无法分摊 也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正如本人在环保部获奖的 那期视频当中说到 当气候变暖 成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二氧黄碳排放成为最主要来源的汽车 就成了重视之地 再加上数次石油危机 汽车如何节能减排 成了车商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欧洲车商选择了柴油动力 大众为了应对政府日益严格的限探措施 大力研发柴油发动机技术 大众研发的可变截面 涡轮增压技术 能实现百公里三升的油耗 这下不要紧 大家对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型 趋之若鹜 一时间柴油发动机成了各大车商的宠儿 201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发现 当你在给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型 做尾期检测时 车辆会自动识别 秘密启动专门应对检测的软件 实际排放是测试值得40倍 舆论哗然 欧盟先罚为敬 想给大家打个样 罚款11亿美元 欧盟希望大家比照办理 结果美国特朗普同志上台 直接开出了250亿美元的罚款 面对节能减排 欧洲车商技术神话破灭 这时又出了一个太阳大神 氢能源汽车 氢能汽车主要有两种动力方式 一种是内燃机以氢气为燃料驱动车辆 这种方式需要超高压氢罐和超密闭发动机 因为氢气依燃依爆 还有一种是氢电池 就是让电池当中的氢氧反应 提供电力驱动车辆 氢燃料电池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 它的主要难点是小型化 你像目前大型商用车上 已经在推广应用 丰田的氢动能车就是第一种 号称吃的是水 凸出的也是水 不管你是燃油车还是燃轻车 都是传统车辆结构 发动机 变速箱和底盘的总成 中国该走哪条路呢 1992年钱学森前老 在给大人民写的一封信当中写道 我们要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并且大力公关蓄电池技术 这对于我国当时的汽车工业来说 太超前了 车门车座你都搞不明白 直接走电动汽车道路 汽车人不太敢迈出这一步 2007年万刚担任科技部部长 万刚是何学人呢 德国奥迪总部 总规划部 技术主管 2006年夏天在一个备暑胜地 万刚告诉大人们 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纯电驱动上 不管什么能源都跑不出西方垄断的内燃机驱动 那样中国汽车永远是跟跑 弯道也超不了车 我们就直接换赛道 从此我国开始了电池电机和电控的科技公关 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数 占全球所有相关专利的一半 比亚迪的电动汽车相关专利是特斯拉的16倍 日本第二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 同时中国提前布局 投资和控制世界上70%的锂 60%的菇 还有其他涅蒙石墨等电池原料 宁德时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车用电池生产商 比亚迪排名第二 全球前十位车用电池企业 中国占了六个 据统计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 80%的矿物质加工都依赖中国 在汽车生产总量连续14年第一之后 今年我国的汽车出口量成了世界第一 汽车工业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工业制造能力的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思维 经营理念 产品研发 制造工艺 价值量管理 市场营销 品牌维护 企业管理等等 也就在今年智能驾驶的出现 给所有的内燃机车划上了句号 消费者在传统汽车的安全性 操控性和舒适性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智慧化和娱乐性 这是传统内燃机车永远无法做到的 原因有两个 第一 智慧驾驶的松索传感和控制系统 需要的电量很大 燃油车的小驱电池无法满足 第二 车机系统的快速反应时间 是人和内燃机车无法做到的 内燃机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配合 而全电的电机分配 是可以做到快速及时反应 这就相当于有了智能手机以后 谁也不会再回去用诺基亚 哪怕你质量再好 只能是以前那个时代的王了 未来的汽车工业的玩家 只能是中国和美国 因为未来的汽车工业 需要机械和互联网思维的结合 并且需要大数据的样本采集 人数和国土环境的多样化 是数据采集的基础 在智能驾驶方面 我们真要庆幸我们有华为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大厂 利用我国的特色互联网环境 对标美国应用程序 国际资本给他们钱 他们跑回国内砸钱补贴 形成用户习惯 高筑行业壁垒 形成垄断 回馈他们的资本爸爸 这个套路他们是在行的 你让他们搞原创技术研发 他们可不费那个傻劲 科技这个东西 你只要持续投资 不间断的公关 肯定会有进一步 至于能不能快速的有商业回报 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了 就像咱们新能源汽车 我们在主推电池的同时 也在发展轻能 柴油 太阳能等多种驱动方式 中国在亚洲最好的一块大陆上 14亿人整齐划一 统投合作 而欧洲虽然名义上为共同体 但各国之间充满着竞争和算计 当年空客就差点被叫黄了 再加上欧洲人 自以为傲的工会制度 挣着企业的钱 还砸着企业的锅 俄乌战争 尾巴战争 欧佩克 故意减产 保持高油价 让欧美保持高通胀 增加对新能源车的需求 美国拱手把整个俄罗斯市场 给了中国一家 欧洲 南美 东南亚 包括日本 都会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至于美国 故意提高关税 对中国汽车增加25%的高消费税 希望中国的新能源企业 争取在美国以高端车的形象出现 挣郊区付你的钱